朱真荣在上岗映主灯瓦不动凝锐超级强连之后,他就在球队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。 踢不上主力的朱真荣,只能被租界到中央球队顺利。 这两个赛季朱真荣,在西周灯瓦和南通之银,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。 201赛季在南通之银表现出色的朱真荣,不仅帮助球队顺利完成冲奖任务, 而且还转过了中央赛季最佳球员的失荣。 朱真荣虽然这几个赛季,一直被租界到中央球队顺利。 但是他心中,一直有再次为上岗出战的梦想。 为此,上岗奔讯期间,这位公须老家略现身球队。 不过,朱真荣在上岗奔讯的展现,并没有打断上岗。 他跟上岗合约,也是正式断气。 朱真荣一面之下,选择转会到岗奔讯期间的下令。 这支球队的语言,都是中差级别的球员。 再加上有朱真荣这样的名叫阻振, 球队下赛季冲甲也就是时间问题。 昆奔讯期间超豪华的阵容, 也是让球队赢得了中与恒戴的美誉。 很多球员都不理解朱真荣为何不重返南通之银披中甲。 其实原因很简单。 那就是南通之银在中拳场引入要员之后, 朱真荣就很难在南通队踢阻力。 而且昆生FC对给他开出的能心态力, 也是比南通之银要高出很多。 朱真荣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, 他曾经表示, 这几个赛季也有不少外地的中拆球队邀请自己。 不过他还是希望能找一个离上海境的球队向力。 所以,朱真荣这几个赛季项目的球队, 都是离上海非常近的球队。 朱真荣作为曾经上岗本土最强指挥官, 他为球队做出的贡献, 是上岗球迷永远凝近新的。 很多老球迷都觉得朱真荣已成为中超赢将, 使朱真是差点力气。 希望这位命运多传的上岗光星老将, 可以在新奉剧中语联赛, 代表昆生FC有好的表现。 相信朱真荣的能力, 是不会让喜欢他的球迷失望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